在汉服复兴以前 我们只在电视剧里面 看过那些相似的戏服 因此早期穿汉服走在街上时 经常会被调侃是在角色扮演 唱大戏或是古代穿越过来的 也会被误认为穿着日本和服 以及韩国的韩服 汉服服饰体系从皇帝锤衣裳至天下开始 到明末清初结束 每个巢带都有各自的特色 好像我们刚开始认识汉服 也是看古装剧 很美,就一直看到 然后就好奇为什么 他会…现在的人没有穿它 那个感觉 然后就会去找他 为什么会没有掉 然后为什么现在的人不穿 会问,一直问 然后就慢慢地找到这个答案 原来是我们的事被断代了 含服被断代了 然后古装剧的话 它当然是因为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睛 它一定会造型特别夸张 可是慢慢发现了 最近的古装剧 它开始那个服装 正式化回去了 就是跟回历史的那个来制作了 所以是你会看得出 它的感觉跟以前的 会差很远 然后你会觉得更接近现实 你会觉得它的衣服很美 不会像夸张到你不敢穿着这种 就是我们会想要去了解它 邱家荣觉得以明朝为背景的古装剧 《女衣名妃传》 还有以送朝为背景的清平乐 都很好地呈现了当时的服饰审美 其实我们在讲座的过程中 我们会先给大家了解 我们的历史精神 包括那个朝代的庚帝 夏商周、韩宋元年轻 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个 大概一个了解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回到家 看古装剧的时候 记得要带入一些朝代 或者是了解那个朝代的对景 会比较更容易入戏 这个也是我们的推广的方式之一 让大家了解 其实汉服每个朝代其实都一样 但只有一个朝代不一样 每个朝代可能有一些变化 它是在一些服装上的不一样 设计不一样 设计不一样 但是它的格式、格式还是一样 教练优人期待以后 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格式 所以在古装剧的确是有帮助 包括一些…其实不只是衣服 在一些古装剧 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女仪 比如说高衣、平衣 或者是一些曲子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化 其实正在推广 当然不包括仙侠族 汉服虽然说是汉民族的传统服装 是汉民族的身份象征 也是一种民族认同 但是汉服在复兴的当儿 却很难得到华人本身的认可 因为我们每次从第一个活动 从汉服师船开始 我们都接受到有族同胞对我们的嘉奖 对我们的真面回应 因为我们与华人子弟是成反比的 很大的一个反差 所以我们也不明白 其实我们还需要时间 这也是我们的动力之一 就是慢慢地去努力 去改变我们的同胞的想法 所以我们挤不来 所以我们就等到那一天 可能全世界人都懂 全马来西亚人都懂 这个汉服也是我们的 攻城深吹 知识 就是这样 勉强不来 因为我们不可能把一个知识 同一时间 让所有人知道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郑永田认为 汉服复兴至今最大的改变 是当他们穿上汉服时 投来的异样眼光 已经大大地减少了 而会有这个改变 很大程度是受到了 中国最近兴起的社交媒体的影响 很多人在我们出去活动的时候 穿上汉服 都已经可以交出 而知道艺术是汉服 这个是在我们在七八年前 或者是十年前 没有想到的一个画面 我觉得越来越多年近一代 尤其是00后 已经是知道汉服是怎么一回事 汉服是我们其中一个民族服装 他未必是觉得 他是他自己的 但是他也知道汉服是一个民族服装 他不是一个角色舞 或者是一个潮流 或者是一个蜂巢 他会接受这个是一个传统服装 马来西亚汉服运动 在推广汉服的时候 以学生为主要推广对象 到学校进行一些讲座会等等 其实在学校团体 或者是年轻人的接受程度 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受到的反响 其实都是比较正面 当然他们在接触这个讲座之前 他们会比较多的疑问 他们会不清楚 为什么我们会来听汉服 为什么我们要复习这个话销 他们了解也要少 但是他们听了过后 我们都得到比较正面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推广汉服 他的助力会比主力大 就是得到的反应都是比较正面 所以我们都能够推广了 大概接近15年的时间 我们都没有遇到太大的阻拦 因为我们身在一个三大民族的社会 我们对于传民族服装 这个事情其实是稀以为常 汉服开始逐渐得到认可 最明显的是在各大重要节庆时 学校开始要求学生穿汉服到学校 我不懂从几次开始 汉服运动会会接到很多电话 要借汉服给他们的小孩子 因为老师叫他们穿汉服去学校 所以我也是一来很意外 二来很欣慰 终于有人注意到我们的汉服 其实才是我们华人的民族服装 然后以前的小孩子 可能就是很自然地去穿旗袍、马褂 所以到现在他有更多一个选择 我们中秋节会接到很多电话 请问你们有借汉服吗 请问那里有汉服卖 请问你们有卖汉服吗 因为我们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我们也是非营利团体 所以其实我们本身都没有卖 我们也很想帮他们 所以… 总之这两年电话十分拼命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服饰 复兴汉民族的传统服饰 也并非要否定旗袍和马褂存在的意义 当然,马褂的确是一个民族服装 它是一个满洲人的民族服装 奇人的民族服装 但是旗袍经过改良之后 我们组织本身的立场觉得 它是一个… 实装 因为它是出现在1930多年代的上海 所以它是比较属于实装 因为它是每个民族都可以穿的 华人或者其他民族都可以穿上的实装 有人说旗袍其实华人穿很漂亮 很有东方的韵味 其实这个旗袍 我本身觉得 其实身材好 穿旗袍都好看 所以不一定是华人穿才好看 所以我觉得旗袍 它是一个比较漂亮的实装 无论是什么服饰 都有他们适配的穿着场合 在对的场合 穿上合适的衣服 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 也是一种礼貌 浅线视窗 采访报道